第五是南道館地名的傳統工藝 廣告文化局為了要推出國養一項紀念 特別伴侶第六三篇開發比賽 欽來自全國各地各場參加交流 現在就這樣的作品也當在文化局的第六部館裏面 結合到傳統第六的機構 以及現代綜藝社會完收的工藝品 這裡大家做回來觀笑 用的話是竹材的烤彎技法 然後搭配金屬的點綴 背景是剛入世紀的南道主帝康民山 在特色一直到接合的過程中 割行開發產品在籍 多數都比較沒看法 營出過程回來故鄉 利用在地的地下 創新開發出減股看法 使用和比例的產品 這次參目的產品開發競賽 也提起受眾的好成者 我像我這件作品它叫做出展 就是花朵初次綻放 充滿生命力的意象 然後它搭配燈具的話就很像 光被一個花苞包圍住 之後再慢慢的綻放出來 然後其實也是象徵著我自己 剛踏入竹藝初次綻放的這個感覺 所以我希望未來的自己在竹藝這條路 能夠繼續的發展開花有結果 那麼過去的竹藝產品 很多都是比較單調 而且比較甚是單打獨特性的 那麼我們希望說透過這樣一個比賽 能夠大家互相來較勁 同時我們也利用這個機會 能夠把這些竹藝老師們 我們把它給發掘出來 我們都是三竹藝的大館 這麼多美麗的竹藝作品 都是在這裡三星 為了讓竹藝的品 那些是獨立的設計 也有使用竹藝的竹藝的品 可以繼續劃用團成家創新 本學局是特別辦理 竹藝的產品 有幾個我覺得還不錯 像我後面這個 它是可以隨著心情的轉換 可以做交替的 它的那個 可以更疊 這個是 將來的交流 可以再做 使用上是相當有用途的 大家想說要比賽 所以就會挖空心思 會想出 跟過去的比較傳統 不一樣的 這種 竹藝的表現方式 所以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除了一些竹編之外 那還有很多的這個 竹藝 還有像竹樂器 同時竹子又結合其他的媒材 創作出各式各樣不同的 這個生活的器皿 以及純粹 藝術觀念表達的 在這三篇開發競賽 在這中的作品 目前當地的文化局 在這博物館店出 主辦單位邀請大家 百合時間 第三月之前 到文化局來參觀 記者替市長報道